如果說我今天怎麼樣 這邊trim這個函數 如果說我今天要去除什麼 去除空白的話 那基本上當然我把它切一下 你可以用那個文字裡面的T開頭 trim這個函數 可是這個trim函數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去除空白 但是怎麼樣呢 但是它這個空白的部分的話 它是針對它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就是針對的是那個英文的規則而去設定的 那英文的規則裡面 字跟字的中間一定會有空白 所以你會發現 它也把它拿來當成中文了 所以中文裡面又需要空白嗎 當然不需要 所以這裡的話就會衍生一個問題 如果我是中文 那我就不要空白 如果我是英文 那我就留下空白 那如果我要判斷該怎麼判斷 那判斷用什麼依據當判斷 那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我今天不用trim 我要把它刪除空白的話 你還可以用另外函數也是文字 如果你要去除空白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呢 replace 有沒有 取代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呢 substitute 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取代 兩個都可以 我用這個示範給各位看 你可以怎麼樣 這裡面的資料 如果我要取代什麼 order test 就是裡面的空白 所以雙引號空白 雙引號 然後呢 雙引號兩個 意思就是 把空白變成沒有 舊的變新的 就這樣 所以substitute 可能還比replace簡單 因為replace有五個因素 反而比這個還複雜 那它還有第四個什麼 instant slumber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遇到第幾個開始 你才要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空白很多個 我從第一個 那你如果從第一個 你就這邊空白掉就好了 除非說你 你要跳過第一個 或跳過第二個 那你可以第三 第四 它就會前面的不管 空白抓到第幾個開始 那我們如果從頭開始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 裡面有空白 那全部就把它去掉了 按個確定 但是它會有個缺點 就是向下填滿 它不管是中文或英文 全部通通都取代 但是如果說你希望 是中文就用substitute 是英文那就用trim的話 那這個地方可能你需要什麼 邏輯判斷 可是邏輯判斷 該怎麼判斷呢 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需要什麼 用那個 一個函數 也是文字裡面的 叫call 這剛剛沒提過 不過也很重要 call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它裡面內碼 那這個內碼部分呢 假如按確定 然後它又跟我要一個文字 但是如果你給它的是中文字 你會發現 有沒有按確定好了 向下填滿 有沒有大概看得出來 它一個不一樣 因為呢 中文是後來才生出來 因為美國人設計了說 它哪會知道中文啊 管你它只有什麼 英文啊 數字啊 符號啊 控制這些東西嘛 所以呢 也就是說 不包含在這裡面 它都是兩個位元 兩個拜扯 那兩個拜扯相乘之後 一定會數字非常大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邏輯判斷 如果它大於什麼 用call判斷 如果它大於多少 ASCUE內碼 我這邊有放一個內碼表 或者你Google搜尋一下 以前那個計算機概論裡面都有 你看DEC的前面 0到127有沒有 意思就是它規範 最早呢 它在設計電腦的時候 它只會規範到這些控制符號 跟什麼呢 跟符號 還有0到9 還有什麼呢 A大寫到Z 你會發現喔 我剛剛不是有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CHAR那個函數對不對 刮鬍不是輸出65對不對 他會抓什麼 A 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 所以call跟CHAR 其實都是只是抓內碼 那我可以用什麼 call去判斷 如果我給它的那個字 假設是大於127的話 大於127那一定就不是英文 也不是數字 也不是文字 所以我們可以設一個邏輯 如果用call抓到的內碼 是大於127 那就用什麼 如果大於127 那用subtitude 反之 那我用trick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邏輯 這個只是因為 剛好同學在練習這一題的時候 他就問說 老師那中文英文 那這樣兩個 這樣我怎麼處置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延伸性的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玩玩看 另外的話待會兒我們要先 再來看一下有關VBA 不過用VBA之前 你們可能要先知道一件事 第一個請你先把這個東西打開 開發人員 因為你們目前 電腦裡面預設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那你要怎麼把它打開呢 1點選上面的箭頭 這個箭頭先點 2的話呢其他命令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不過這裡以後應該做熟了 就應該OK 因為每一次電腦會還原 所以你每次都要來開一遍 所以12週至少開12遍 OK 那第二個的話請你選擇什麼 制定功能區 它原來在這裡 往上按一下 把這個開發人員 本來沒有打勾喔 記得就把它打勾一下 打勾之後呢 那你就在上方 會看到開發人員 這個一定要的 因為我們版本是2016 不過其他 假如你是20 2010以後的版本 設定的方法都一模一樣 那2007的話呢 它是放在好像 上面有個常用吧 位置不太一樣 但是還是可以找得到 它叫開發人員標籤 一樣可以找到 那如果2003以前的話 不用開 它本來就存在 只有2007以後的版本 才需要去開啟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出現 所謂的那個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出現 那可是假設 我希望做出什麼 兩個按鈕 這兩個按鈕 可是你不會寫怎麼辦 我講過 如果你不會寫 你可以用錄資的 假設我們要做出這個效果 什麼效果呢 按下它 它會這樣子 按下它 它會這樣子 那其實 我們先不要講 你自己寫 我們先講 你自己錄的好了 錄完之後 做兩個按鈕 這樣總會吧 不用寫任何程式喔 但是你要會錄製聚集 那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開啟開發人員 然後再來你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你使用它嘛 所以你的那個level 就要向上提升了 你即將成為開發人員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辦公室人員不容易 全部要變成開發人員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試一下 把那個開發人員先打開 然後也可以先試一下 剛剛那個train跟subtitude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基本上 幾乎這個範例裡面 已經快要把所有文字 函數通通快講完了 剩下沒有講到的 可能也許不是不重要 沒事你可以瞄一下吧 像我一律 無論如何 每一個函數一定從頭到尾 都要看過 為什麼 因為我哪一天用到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我都知道了 那我就會很有信心 那另外還有個概念 VBA裡面的函數 跟你sail裡面的函數 是不一樣的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徹底了解VBA 可能VBA裡面有多少函數 你也大概要稍微做點功課 如果你全部都了解了 那以後你也會非常有信心 怎麼做 哪些要做什麼事情 也大概都是類似的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開發人員先打開 打開